各位看官老爷好 欢迎回来 阿甘在此等候多时了 房玄龄官赴原职 李世民还答应他 要将自己最宠爱的女儿高杨公主 嫁给他的儿子房仪侄 和弟弟房仪爱不同的是 房仪侄仁辱其名 人性耿之忠实 当即对父亲表明不愿娶皇族女子为妻 作为朝廷命官 房玄龄自然深知其中厉害 既然如今儿子不愿意 他也不想勉强 只是天子赐婚 到底也不好直接拒绝 于是在房仪侄的提议之下 打算请求长孙无忌说服皇帝 将女儿嫁给自己的二儿子房仪爱 这房仪爱在魏王跟前得势 如果再娶魏王的妹妹也未尝不可 房仪爱如今虽然只是魏王府的一届幕僚 然而却对政局十分热心敏感 不仅看出如今太子失势 还向来追随颇有当年秦王风范的魏王 甚至为了增长魏王权势 不顾秦王不能拉拢朝臣的规定 一心帮助魏王拉拢自己的父亲房玄龄 进入魏王阵营 因为太子之事 莫名其妙被贬持的房玄龄 自然也明白魏王和太子之间的力量消长 只是碍于自己是李世民亲信 况且如今还任太子老师 虽有心转向魏王 但也不得不顾及表面文章 共事多年 长孙无忌也算是老奸巨华之辈 一眼就看出了房玄龄的心思 只是长孙无忌一心想要扶持自己的大侄子李承前 所以不得不阻止魏王的做大做强 房玄龄的儿子已经是魏王身边的重要谋士 如果再让房玄龄插手其中 那么朝中的重要势力都会一边倒的倾向魏王 太子到时根本没有与其争锋的可能 长孙无忌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已替房玄龄说服皇帝为代价 要求房玄龄一心辅佐太子 在此时开始 长孙无忌就已经有了利用 下一日皇帝控制朝廷的心思 李世民为太子的心思十分明显 如今长孙无忌却一心劝解房玄龄辅佐太子 到时如果太子被废 那么房家一族自然就会受到牵连 自己想要总览朝政的目的 也就失去了一大障碍 即使太子没有备废 自己作为为太子拉拢人心的中间人间舅舅 自然也会受到重用 和已失的妹妹长孙皇后相比 长孙无忌实在是欲望太强 心机太高了 长孙皇后已故 朝廷又反对立杨贵妃为后 为了充实后宫 一批新人很快就被送了进来 其中的一位姓武的残人 更是让杨贵妃不得不注意起来 天真单纯的性格和娇好的容颜 让杨贵妃不得不想起自己曾进宫的时候 同样是那样的毫无畏惧 坦率任性 如今的武才人和当初在长孙皇后面前 耀武扬威的自己又有多少分别呢 第六感很快告诉他 他在后宫最大的情敌来了 后宫的人以为 这只是一个魅惑君主的红烟祸水 对于整个大唐历史来说 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祸乱朝政 断送大唐的女人 朝堂之上 李世民多次因为朝政对亲王不敬 而大发雷霆 魏征却不以为意 认为众臣和亲王的身份同样贵重 看着魏征毫不妥协 李世民有各种性格要求 魏征也趁机提出 李世民不应该念魏王 而使朝政有了非太子的议论 甚至为了让李世民明白其中厉害 不惜以玄武门之事为例 其实魏征说的没错 虽然太子有时得行有失 但是并没有非得非太子的地步 即使如今太子换疾形象有损 但楚魏之事并不仅仅是当下之事 还事关千秋万代 况且魏王寄予楚魏 这会让后室纷纷效仿 到时太子之争就会不断 江山自然动荡不安 百姓又黄论安居乐业呢 虽然因为魏征提到选我们之事 李世民非常不高兴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把自己 世兄夺位的事提到明面上来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他也逐渐清楚了魏征的心思 或许有时言语不当 但是却都是忠言逆耳 所以也就转移话题 算是默许了魏征的提议 当房一爱和高杨公主的婚事定下来后 民间嫁娶也开始连续不断 只是虽然改朝换代 然而八戒权贵大族的风气 却丝毫没有改变 就连房玄灵魏征等朝中大臣 也因为寒门出身的背景 在给儿子谈论亲事时 被那些早就败露的大族各种刁难 虽然有皇帝的女儿婚约在前 房玄灵还是十分看重 大儿子和明门望族之间的联姻 试图因此来提高自己的家族地位 看到自己的女儿 还不如一个大族的女儿 那么受人重视 李世民自然心中不爽 在唐朝建立之前 他们关隆李家 就并不是什么明门望族 难道如今做了皇帝 还不如那些破落户吗 李世民也开始想想 改改这样的风气 让人们能够崇拜那些 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大臣 而不是一些有名无权的贵重 只是外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了难 当今天下 敬礼 这迎面而来的科举考试 就不得不考虑 让大族任主考官 先考完试再做打算 这对李世民来说 无疑又是一个刺激 他决定重新修订各种族谱 划分三六九等知识 不仅如此 李世民还给出身寒门的 有功之人赐信 这样一来 就没人敢说 瞧不起他们了 然而族谱的重新修订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以李世民舅舅一派的人 坚持以往的标准 继续沿袭以前的规定 大门大户 依旧是大门大户 没有丝毫的改变 然而 另一部分人 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觉得 皇帝既然要重新修订族谱 必然是对以前的标准 有所不满 况且 李姓往日 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如今 要是按照以前的说法 难道 要把皇帝的姓氏 排到后面去吗 只是 躺币当车 不能成事 皇帝的舅舅是否会听从手下的建议 重新编排 还是坚持己见呢 族谱的编定 是否能得到李世民的肯定 这样做 又能不能改变以前那些 大门大户的 骄纵风气 对于李世民的次性一事 又会引出什么样的风波呢 今天的讲解 到此为止 我是阿甘 关注我 我们明天再见